余哲晨 定上赵家仪 来看看阿里佛在外线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挡猜 就是所谓的现在护荒能力 包括自己的个人进攻能力 就像这种球 对 有难三步 当然了 无球对抗当中 这下孙明慧倒了 拉到底脚 赵家仁在中距离 也命中 自己突破寻求机会 找对抗 够强硬 沃敦的个人拆解怎么样 给他上线 转移球到篮下 这球转移的速度够快 好球 大球在篮下 擦步进去 还没有打开 对 还一个都没进 打篮空了 我就说这种下射 从北空打到广沙 对 因为当时多打少以后 作为富豪来说 包顿 对 抓住这个中投机会 三分球就六分 但是拿下了比赛 逐渐适应场上再去接触球 这样可能对他在比赛中更好 就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漂亮 结尾这球 还是时刻和王岐队保持一个对抗 还是形成了一条线路 达队显然是对于尤其是防守端的布置更多 但是这下进攻端是打了端关奥 一个错不及 像这种球已经防下来了 就是说你在阅读 我阅读了你的阅读之后 产生的一个效果 机会很好 但是多少受到一点影响 再给了外线 有点勉强 但是还是能够命中 这球其实防守端限制住 来看看外线呢 往里走 再甩出来 继维的外线 他是解决外线答案的这个人出现了 转移到湖顶 围绕张震琳来打 以这样的方式来集停 那看看持续能力怎么样 自己持球绕开大汗去打 但是不够这下 奥利弗这么强势 明确就是整个暂停期间 回来这个死球上 冲了冲了扔了没时间了 对 上场比赛他们的外线 还是过了40%的命中率 这是呼进球的点 基本上中投是跑不了 右边底下 有的时候特迫切了想赢球 我们先来看这个进攻 这个不好 顶着打 有点有难度 说实话这球 走掩护这次张震琳 没什么机会 但是还是给到提脚之后 外线打进 但是有危险 再给到外线 时间不多了 继维也只能再抢一个打进 其实还是逼到绝境了 竹龙的反应的稍微慢了一些 一步到中距离再重 分差瞬间又拉开到了两位数 今天这个哲联东阳光耀 他做的方式就 呦 佳人这边 这么坚决直接抢 有点像昨天的大卫詹姆斯 而且对于就是 面对纪委来说 沃顿可能突破的办法更多 李虎逸拿球之后 二次进攻打中 上来就得分 今天这个一加到底呢 其实从场面上 但是内球富豪命中的非常精彩 顺便会儿 不声不响啊 多打少 不过端威尔没能把握住外线的机会 远端 接球直接投 球赶真好 还是赵鸡伟啊 华杨德没什么机会 张世林在船又被识破了 又一个失误 三打一的快攻机会 纪委这球确实也明白 再犯规可能没好处 就是拉开空间呢 其实沃顿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对 因为场上有大球 有这个孙明昏 完全有更好的机会 连续的晃动之后 这球呢余泽晨的出手欲望非常足 还是给到底脚 强色这边没什么空间 朱俊龙也没时间了 但是这个球一打进 整个胜利天平 有点严重的偏斜到了 丢球 然后在整个的进攻节奏都被破坏 我觉得今天对这个辽阳队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就是总结的一个东西